机甲大师们,欢迎回来!我们又见面了! 在开始今天内容前,你需要先完成机械臂与机械爪的组装。 具体步骤可以参考工程机器人组装步骤。 完成后,需要在RoboMaster App中完成机械臂与机械爪的接入才可以开始使用。 首先,我们来接入机械臂。 你需要先开启机械人。 接着,打开RoboMaster App并连接至机械人。 进入设置,然后选择拓展模块。 选择机械臂并点击接入。 请确保机械臂上两个舵机的线材均未连接至机械人。 然后,点击下一步。 使用L型弯头延长线,将机械臂左侧舵机线材连接至运动控制器的M0接口上。 我们可以看到,App检测到舵机成功接入之后,会显示出下一步按钮。 然后,点击下一步。 如果接入线材后没有出现下一步,请拔出线材。 等待5秒,并再次接入线材。 将机械臂右侧舵机线材连接至左侧舵机上。 当我们在App中检测到两舵机成功接入之后,点击下一步。 最后,我们还需要对机械臂进行校准才能正常使用。 请注意,由于每个舵机出厂时的绝对角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需要进行校准。 因此,安装成机械臂以后,运动控制器需要有一个参考位置作为基准点,以此来对齐舵机的绝对角度。 我们向后转动机械臂1级臂至舵机的线位。 然后,我们接着向下转动2级臂至舵机线位。 然后,点击确认校准。 当我们完成机械臂接入之后,我们可以在拓展模块页面右侧查看机械臂的状态。 包括左右舵机编号,以及机械臂的X轴Y轴坐标。 你也可以重新进行校准或拆除机械臂。 注意,拆除机械臂之后,机械臂上的两个舵机可作为单独的舵机独立控制。 如果你需要更改舵机编号,你也可以在拓展模块页面重新接入舵机。 接下来,我们接入机械爪。 点击设置,选择拓展模块,并点击接入。 接着,我们通过延长线连接至机械爪,以及右侧剁机线材。 当出现机械爪连接成功的提示时,即表示机械爪连接完成。 就是这么简单,你已经完成了连接。 如果你认为这则教学视频对你有帮助,请点个赞吧。 如果你的大疆设备在使用中有任何疑问, 欢迎关注DJI大疆服务微信公众号,获取在线技术支持。 感谢观看。